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记得那时我们去做访试这个 他有两个小孩 他说他的先生是因为发生意外 脚瘫痪 所以我就看到一个男生躺在一个躺椅 那又有个被子盖着 那很瘦小 刚好他就翻开那个被子 要给我们看他的状况 当时我看到他的脚趾 他的脚趾有很多蚂蚁 他就讲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 他就是因为没有直觉 时常蚂蚁都在他脚上爬 钉他都没有感觉 你看是不是我们的脚跟手可以动 是多么的幸福啊 我觉得我在实际学习的是 健康之福 去做家访的时候 其实我都抱着那种感恩的心 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教育 新牙助学金的那个个案 大部分是学校提供 是因为孩子重多 或者是一些单亲 父母收入有限 这些个案里面大部分呢 也看得到说是校方他们有 去了解到他提供 也可以给我们有个桥梁啊 跟校方跟老师一种互动 从助学金个案里面呢 也有看到可以转换成 长期照顾服的 每一次的这个助学金的时候 我们发放都在年底 年底在开学的时候 就是跟新年的那个月份很靠近 因为开学而影响到他们的一些费用 我们直接提供这个样的一个奖助学金 也可以帮他们减轻一些负担 其实在房市里面很多形形色色的个案 我们房市也第一点 我们要感恩尊重爱 我们要询问的时候 我们也要用一种感恩的心 或尊重的心 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我见 因为感恩户的习气也有 我们自己本身也有 可能我们求好心切 有时会想要让他赶快地改变 但是姻缘不记足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等待 要陪伴 要倾听 看看他的需也所需 可能他今天跟你埋咽一堆 其实他是想要你借他耳朵 所以我觉得说 当你的姻缘记足的时候 你轻轻地说一句话 他会重重地听进去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